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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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院的日子里 范仲淹所有的时间都耗费在学习上 即使宋真宗亲自来书院巡视 他也丝毫不为所动 依旧一心一意地钻研点击 同窗生们都为他的坚持所折服 以这样的毅力和决心 考中进士指日可待呀 果不其然 在大中降服八年 范仲淹如愿通过科举成为进士 得以面见皇上 同学们欣喜地拥赏前来祝贺他 范仲淹却很平静 我之前就说过 总有一天能够朝见圣上 今日这医院实现 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二 直言赶见 当地后 范仲淹先后担任过地方上的许多官职 无论到哪里 他都能够贴近百姓 市民如此 着手解决当地的各种问题 天息五年 范仲淹被任命为泰州西西岩苍间 当时泰州附近的海堤已经年久失修 每逢风雨海水便会泛滥 给当地百姓带来极大的损失 范仲淹看在眼里 十分心疼百姓的遭遇 他冒着被责罚的风险 尚书泰州之州张伦 请求立即组织群众修缮海堤 张伦之州看过范仲淹的奏章后 身以为然 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 在范仲淹的组织下 泰州百姓自发前来修起海堤 最终海堤修好了一段 百姓亲切地称他为范公帝 感激范仲淹的恩德 明到两年 范仲淹已经进京任职 这一年 京东江淮等地发生了十年难遇的大旱灾 欠收导致粮食奇贵 百姓生活艰难 然而 新登记的宋仁宗忙于政务 对灾情没有过多关注 范仲淹看不下去 决定上书建言 为了引起皇上的注意 他大胆问道 陛下如果一日摘解 不识宫中美位 该作何感想 宋仁宗被他的问题惊醒 意识到自己碌碌于政势 而疏于百姓疾苦 当即任命范仲淹 前往灾区镇绩灾民 在范仲淹的组织下 这次旱灾终于得到了舒缓 三 爱民如此 这样一个直言赶箭 执政为民的官员 本应顺风顺水 但是 范仲淹也曾多次因得罪权贵 而遭到贬折 庆礼新政失败后 他先后被贬折到宾州 邓州任之州 然而 无论到哪里 范仲淹都能贴近百姓 为百姓的疾苦处理 当支州期间 他组织民众疏通河道 建造水利工程 还创建书院传播知识 许多曾经被饥荒 水灾困扰的地方 在范仲淹的治理下 焕然一新 百姓都非常感激他 每逢范仲淹被朝廷征召 当地百姓都苦苦挽留 甚至跪地哭泣 表达他们对这位 忠心爱民的支州的不舍之情 四 治久荒民 黄又圆年 范仲淹被任命为杭州之州 然而刚到杭州 他就遇到了一场大旱灾 杭州一片欠收 灾民处处绝生 范仲淹看到灾民们劈头散发 一不蔽体 心中十分伤感 他立即着手 采取各种措施救济百姓 兴建水利工程 创造就业机会 发放过桥米 维持百姓的生计 同时从长计议 大力发展杭州的丝绸等产业 在范仲淹的努力下 杭州的救灾工作 初见成效 百姓们也感激地说 芝州父母官 真是个为民造福的好官啊 然而好景不长 米价开始暴涨 严重脱离百姓的承受能力 一斗毫米竟然卖到一百多文 而一般人一天的收入也就几文钱 这样的天价 让许多穷苦百姓无力承担 米贩子们则不断哄抬价格 想在灾难中 百姓们群情激愤 都希望范仲淹之州 能出面制止哄抬米价的行为 压下米价 出人意料的是 范仲淹不但没有制止米贩子们 反而继续放任他们涨价 几日下来 米价竟涨到一斗一百五十文 比往日上涨了五成之多 之州不是人民的之州吗 怎么反而助纣为虐 放任商骨牟利呢 百姓们的不解之声 此起彼伏 原来 这正是范仲淹的计策 米价越贵 越能吸引外地商人运粮 来杭州赚钱 果然 高昂的米价 引来了外地的粮食商 他们推着满载粮食的船只 源源不断开往杭州 可一旦运到杭州 米商们就发现 买主寥寥无几 运来的大批粮食 无处销售 每日的存储和保管费用 都在烧钱 粮食酒放也会变质腐烂 无法卖好价钱 外地米商们 作用大量积压的粮食 急于脱手 他们只能低价甩卖手上的老米 范仲淹立即命官府 大量收购这些廉价米 再评价发放给百姓 这样 用少量资金 就为百姓解决了燃眉之急 杭州百姓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范之州 是在玩弄反捕之际 真是聪明绝顶 好一个以民为本 舍己从人的之州 百姓们又开始赞叹 范仲淹的良苦用心 从此 范仲淹的声名远扬 被视为宋代难得的好官 范仲淹用他的一生 诠释了什么才是人世间的至善之美 勤正爱民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是他毕生的追求 也成就了文正的千古风范 范仲淹勉励后人 要学会怀天下之忧而忧 行天下之乐而乐 小善可以聚杀成塔 大爱可以润舞无声 也许普通人 无法像范仲淹那样 冠具高位 改革朝政 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 用爱心点亮他人的生命 只要我们不忘初心 继续传递善的力量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也许正如范仲淹所说 苟日心 日日心 幼日心 世界充满希望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续写美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创作不易 如果您对历史也是感兴趣 还请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非常感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仲添